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是灌修的话 我一听就怀疑了 我说灌修的话那个名头太大 我现在挺忙的 你以后再说吧 灌修是谁 电话中提到的那幅灌修话又有什么来头呢 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海外寻宝的故事 就从这个电话开始 殊不知啊 这个电话竟引发了一次千年罗汉的巡访之旅 灌修紫德尹 是中国五代时期的著名画僧 灌修所画不是一般的文人画 这位师僧画僧一生所画的都是罗汉画 相传灌修画的罗汉姿态不拘 形古奇特 可是自宋代以后 见过灌修画真迹的人 凤毛麟角 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灌修的画是画在卷丝上的 有如淡淡的水墨 有的人说灌修罗汉画中的罗汉形象象貌惊人 让人不敢直视 还有人说灌修画的罗汉像是刻在墙上的雕塑 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这些传说 相传灌修画真迹在宋代以异施 宋以后的元明清代 鉴赏家收藏家都在寻访灌修的真迹 特别是他的十六罗汉图 据杨新介绍 灌修所谓罗汉画如今存世真迹极少 很多人相信灌修的真迹早已被日本僧人带到日本去了 那么在千年后的日本 我们还能见到灌修的真迹吗 为了用镜头真实的记录下高僧灌修的手笔 我们国宝档案海外寻宝设置组来到日本 沿着佛教历史留下的线索 开始寻觅灌修罗汉画在日本的踪迹 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场 第一站东京国立博物馆 也许从这里可以找到 以灌修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艺术作品 在日本的流传线索 早在公元六世纪 佛教经由中国朝鲜传到了日本 直到八世纪奈良时代 佛教在日本受到了以皇室为首的士族们的大力支持 开始以国教的形式存在 公元十三世纪 佛教逐渐渗透到平民的生活中 至今他依然处于日本宗教信仰的中心地位 其中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做出卓越贡献的 当属唐朝东部日本的建真和尚 寻宝祖决定 从东京前往奈良 探寻建真大师将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足迹 寻千年映梦罗汉 解真迹存世之名 郭宝档案在日本寻找灌修罗汉画的流传真迹 这里是日本奈良市的五条厅 在一千二百年前日本都城还在奈良市 曾是当时首都的中心地区 公元七百五十九年 位于此地的天武天皇皇子的旧宅邸 被赐予建真 修建成唐昭提寺 建真原是中国唐朝扬州大明寺的高僧 受日本僧人离请 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 建真从公元七百四十二年出发 几经挫折甚至双目失明 直到七百五十四年第六次才航行到达日本 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创始人 公元七百六十三年 建真在唐朝提寺原济 他的尸骨就埋葬在这里 在建真目前的石壁上 刻有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 书法家赵璞出的题词 金驴曲 历艰难舍身为法 抽星不改 信千回百折能无碍 养一德 迎风败 一首情真义切的诗词 带我们回到了建真东渡的那段历史 这位时代的先驱 把中日有益的种子 撒搏在异乡土地上 开花结果 代代相传 寺庙主殿金堂前 不管是僧人还是游客 都在向堂内供奉的佛像 虔诚的参拜 建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 一直绵延至今 收拾起复杂心情 我们离开了唐昭提寺 继续寻宝之旅 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史上 即建真之后 又涌现出众多中日友好诗者 促使两国交往不断加深 五代时的著名师僧 华僧冠修 就是其中的一位 冠修与日本的缘分极深 那么他的画又是如何流传到日本的呢 翻阅史料 一条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将冠修的罗汉画带到日本的关键人物出现了 就在日本京都 他是谁呢 随着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宋朝时期 很多日本僧人来到中国 巡礼圣地 瞻仰佛迹 研习佛法 这些留学生中最出色的就是 俊仁 俊仁于南宋宋宗庆元五年来到中国 在中国游学达十三年之久 于公元一二一一年返回日本时 带走了灌修的石榴罗汉图 他回到日本后 在京都创建了全永寺 但是史料提及的灌修罗汉画并没有收藏在全永寺 京都东山一带建有多座禅宗寺庙 罗汉画会不会流传到的其他寺庙呢 全永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离全永寺不远的高台寺中藏有十六罗汉图 这会不会就是俊仁法师带回日本的灌修罗汉画 带着疑问 我们立即出发前往下一站 高台寺 被全永寺开山助持 俊仁法师带回日本的十六罗汉图 会不会就收藏在离全永寺不远的高台寺中呢 海外寻宝组能通过镜头 记录下灌修的真机吗